帶一片風景走 第一部戲了 我就跟那個朋友借了900 然後拿這一部影片去貸款了 1500萬 總共回收600 還那個900的都已經不夠了 還要貼300 貸款1500 我要背嘛 第一次當道理人 他們都出去 那唱歌啊 去幹嘛去玩 我在房間裡面寫遺書 拍那個小老尾說 帶一片風景走 第一部戲了 我就找這個基金會 他們說OK 沒問題 來專款專用2400萬 哇 很開心 第一部戲就零成本 你基金會是不用還的 他們直接贊助這樣 然後就動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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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拍前一天電話給我說 董事會沒過 怎麼辦 民主 民主不太太多 民主的海事了 我就跟那個朋友借了900 然後拿這一部影片去貸款了 1500萬 就說還得差 這樣就2400 就拍拍拍還倒 拍拍拍拍 拍拍拍拍的時候 我整個人是忙著 前面能用嗎 因為我第一次當導演 他們都出去 那唱歌啊 去幹嘛去玩 我在房間裡面寫遺書 寫遺書也不代表我要幹嘛 是把心情寫下來 拍完的時候 剪接師跟攝影師講三個字說 很難看 所以我說你給我吧 在家裡面剪剪剪剪剪剪 用那個DVD這樣錄來錄去 然後製片之後警告我 導演你要快上片了 不然你會碰到變形金剛 票房回來的是1200萬 來 票房怎麼算 回收叫4成 紀元 所以回來480萬 再加上賣一些DVD啊 電影台啊 什麼版權賣賣 總共回收600 還那個900的都已經不夠了 還要貼300 貸款1500 我要背嗎 其實第一部戲就已經是在警告了 這現在很正經 沒有經過正規的系統的訓練 他一定要學習怎麼樣控管預算 這個很重要 學習資金到位在動 不要用自己的去玩 這個很重要 剛剛第一部虧的時候 第二部第三部一直喊著 如果你們讀的是相關科系的 請你從基層做起 哪怕你是從場計 從富導 多慢慢來 要真正做到導演 不要說嘛 准备好在上路 每个月有些债务人就打来问 那我也觉得这样子事情有点太难 那干脆我 就今天我就做了一个决定 那这个Punk的债务 就一切有来协商的 全部都已经规定了 就没有在外面所说的欠什么债 如果外面有再讲的 那个都是一开始就不来跟我们协调了 那有协调的部分 我们就全部今天一次处理 今天是因为我们林董召集了债权衡来 做一个要怎么样的处理 希望大家不要再担心的事情 因为我们我林董要我做的工作 我们似乎是因为老人家年纪比较大 所以有些赶不上的进度 所以林董今天做了 林总裁今天做了一个重要的处理 那么刚刚也获得了债权人的同意 至于内容是什么样 我们去林总裁跟他说明 因为那个长时间以来 之前在那个去年的时候 我们开了一个记者会 就是承诺了大概就失业的部分 会处理 就是会处理这些问题 但因为碰壳的那个整个演义失业 然后就也因为身体的关系 就是那个健康问题 还有就是之前的工作一直接不来 然后也到了一个年纪 所以真的有些事情是力不从心 那力不从心就是赶不上所有的工作的进度 那赶不上 那以及这样子 那每个月有些债务人就打来问 那我也觉得这样子事情有点太烦了 那干脆我 就今天我就做了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应该是在前几天 把这个决定做一个彻底的决决 然后我们今天跟债权人 所有债权人协商 他们也同意 也都同意了 那同意之后 那这个POC的债务 就一切有来协商的 全部都已经归零了 就没有在外面说说的欠什么债 如果外面有再讲的 那个都是一开始就不来跟我们协调的 那有协调的部分 我们就全部今天一次处理 就是所有的金额 我给他们再给他们20% 那其他 其他就是用我的 之前我在闭矿投资的股票 我转换给他们 一些股钱 我就其他的我都全额 转那个股钱给他们 所以就是他们也认同 那认同就是也认同我们这家公司 认同闭矿 那大家对于我们这样子的决定 也非常有信心 也对公司非常有信心 那这样子的处理 毕竟对他们来讲就是 至少我有东西在手上 那未来我也隐诺他们 如果公司在你们觉得缺钱或怎么样 你要把股钱再转让回给我 我就是可以原价回购 大概今天的处理方式就是这样子 那之前有协商的 就已经所有的债务都已经归零了 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 以上就是有协商的都已经归零了 那未来如果还有一些风声 说什么 报告一下欠他钱那个 那个之前已经没来协商 既然已经没有要协商 我们就没有再处理了 所以外面如果再有传说 他还有债务没有处理 其实这个就是之前没有来协商 我们就已经就放弃 他们就已经放弃这个权力了 那今天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做一个告一段落 我们也祝福碰个身体健康 那未来也没有压力了 做事情来可能会比较轻松一点 也不用再对于任何的债务 要去解释什么 我希望各位媒体就是之后的那个 说还有什么债务 我们这边已经就是告一段落了 我本身也承诺了我要做的事情 我也承诺了做了给大家 那今天就是给大家一个见证 那也谢谢大家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